我是一涵 穿到一名记者 今天的任务是给迷你大陆的生物们做个采访 这么简单的任务我一定能够完成 空岛商人 鱼蛇神 野人 小猪 我们就从最无害最温和的小猪开始采访吧 直接传送到小猪猪猪的大森林 给大伙介绍一下本次采访的主角 虽然小猪随处可见 可是也有过人之处 至少猪肉吃起来嘎嘎笑 不如我们今天就来采访一下小猪有什么梦想吧 我的梦想就是像我的太太太太爷爷猪八戒一样 修炼出人形 变成整个猪族最厉害的猪鸡 我去啊 采访过程突发以外 不知道哪里冲出来一个野人 居然对我们本次的采访对象痛下杀手 可怜刚刚还在梦想着成为第二个猪八戒的小猪 这回直接成了炭火上的烤肉 因为采访对象发生意外 本次采访被货终止 我们换下一个采访目标吧 接下来采访的是 常年住在地底矿洞的野人 作为迷你世界最常见的怪 平时除了睡觉 最大的爱好就是打人 怎么没见着啊 平时野人就在这里没错的呀 为了不白跑一趟 我决定到处找找 这矿洞附近都是岩浆 危机重重 我光是路过这里都心惊胆战的 这野人究竟是怎么长期生活在这的 我得好好问一问 奇得怪了 我这都绕了一大圈都没看见人 你找谁啊 我看你跟无头苍蝇一样要来要去的 是这样的 我是一名记者来采访一下野人 但是怎么都找不到他呀 野人一早就说要去密室跑了 他有什么好采访的 不如采访一下我 我保证知无不言 下次一定 不会就这么巧吧 我就说刚刚那个杀猪野人怎么那么眼熟 原来居然是另外一位采访对象 我得赶紧过去看看能不能赶上 幸好还在这 吃烤肉吃得不易热乎呢 这位野人同志 你好 我是记者 不管你是谁啊 打扰我师范 天王老子我都照样揍 去去去 那边玩去 由于这个采访对象脾气急躁 不接受采访 还企图袭击本记者 为了想命 我决定终止这次的采访 出事不利 也连两个采访任务都失败了 希望第三位采访者能够给点面子咯 第三位采访者呢 是雨舌山 堂堂一个大boss 应该不会为难我这么个小记者吧 不愧是boss 大鱼可真不错耶 有吃有喝还有的泡温泉 雨舌山 我想采访你一下 当上了boss一定没有什么烦恼吧 你现在的梦想是什么呢 嗯 还没有烦恼啊 我这一天真的快烦死了 除了挨揍就是守着这雨林神殿当个看门狗 这谁顶得住啊 至于我的梦想 那就是摆烂坦平 那这神圣果给你了 这boss啊 谁爱当谁当的选 我要开白了 没想到小小一个采访 居然直接把这雨 神圣神殿罢工啊 咱也不知道 咱也不敢问啊 今天出门是没看黄礼 连这三个采访都失败了 我今天还能完成任务嘛 嗯 最后一个采访对象是空岛商人 都是人 肯定会比较有话题的 我相信这个采访一定能够成功 你好你好 这么辛苦啊 一大早就开始摆摊 你好你好 请问你要买点什么 小本买卖投走无期 嗯 啊 我却不是买东西的 我是名记者啊 来采访你的 嗯 记者 确实 我忙得很 没空接受你采访 分分钟几百万上下 耽误我挣钱你赔得起嘛 除非 除非你花钱请我 黑伤 脱脱的黑伤 这就想着把我的钱给坑上了 行吧 那我给你钱采访你 请问你对现在的秘密世界满意吗 还行 还行 就不能详细说说嘛 嗯 这是另外的问题了 得加钱 行行行 加钱 那你能详细说说你觉得哪里最让你满意吗 这个世界商人不多 没人和我抢生意 挣钱可快了 哦对了 大家伙有什么想要的 认准我空倒杂货铺 应有尽有 物美教练 天天啊 这是采访 不是给你做广告的 哼 算了算了 我还是回去吧 没有一个采访者是好采访的 等等 我回去的传送门呢 可以想 你有看到传送门吗 哦 这就是新的问题了 加钱 不然我才不告诉你呢 可恶 被这玩意坑玩的假场 只剩下预生生酥的神圣果 这神圣果给你了 快告诉我们在哪 当然是在我这儿啦 你气死我了 今天当记者一整天 啥也没有采访到 快摆摆的可能不少钱 看来这记者可不是那么好当的 啊 哈哈